玩完之後你可以確認一下在你電腦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他會裝一個什麼 這個叫 Media Player 也叫Media 它是Casco 它是經典版的 意思說它是最早期的 就是因為它是跑的可能站著記憶體不大所以 跑起來速度還蠻快的 另外的話你在你的程式級裡面好像會有一個群組是那個K-Lite Core這個 這個群組是我們剛剛裝的 另外它也會跳出一個這個它的網站 那這個網站裡面還有最新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要裝最新的版本 也許你可以 去找到它有一個這個版本 你再把它下載它會update更新 因為那個解碼器 因為會有新的影音的技術出現 所以如果你想要 沒有跟上 因為如果你沒有更新的話可能有些新的影片格式出來你就又沒有辦法播了 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再去點那個下載 但如果沒有必要啦 我是覺得好像這個更新的速度也沒有快到說一定要一直都是最新版 那就算了 大概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邊有一個新的版本如果有需要你自己再裝一下 那個前提可能就是說有些影片已經沒辦法播放那你就再去裝一下新的版本 那它有能夠 幫我們 比如說MKV剛剛沒辦法播有沒有 你會發現 本來是白色的 現在馬上變成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了 而且你點兩下 它又馬上可以播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OK 而且 下載 然後呢 解碼器 還有一個播放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來看什麼 如果我今天需要剪輯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呢 在我們的工具程式裡面看到快速剪輯 這個程式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下載哪一個呢 這邊有好幾個啦 不過 一般我都會自己適用 覺得是好的 我再把它放上來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要簡單的才把它放上來 太複雜了也不要放上來 因為功能太 就像威力導演好了 你要用威力導演剪輯 可以 可是你光要安裝打開 然後把它開始剪輯 你就頭痛了 因為它的介面非常的複雜 所以最好什麼呢 一個 傻瓜式的 這個傻瓜多傻瓜 最好拖進去 咔咔 按下去就輸出 不用等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東西啊 剛好我也找到 而且我平常也用的蠻多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有沒有 什麼 Biosoft的這個 Videosplitter 那這個後面刮回快速剪輯 你把它這個按右鍵下載 或者點擊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這個一樣要做安裝 那安裝的話呢 方法也很簡單 點它兩下嘛 然後把它執行就OK了 執行的話呢 因為它現在沒解壓縮了 我沒差 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同意啦 所以你會發現都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Accept Agreed Agreement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再來下一步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install進來了 那這個軟體 特別注意喔 它其實也非常傻瓜 多傻瓜 我們試一下 它會直接lunch它 或者你不要lunch它的話呢 你就直接 在哪個地方可以看到 在這個桌面上也會看到 這個剪刀有沒有 你把它點開來 那這個軟體其實 非常的簡單 怎麼說呢 你只需要學會什麼 1 找到一個影片 比如我隨便找一個影片好了 這個影片假設這個 我可以怎麼 拖拉過來 放開應該會吧 放開 拖拉放 放開之後的話呢 它就可以播了 那如果它可以播 表示它可以撿 那要怎麼撿呢 你就是移動這個 有沒有 拉桿 移到哪裡呢 移到你想撿的 開頭處 也許你可以 開頭處在這裡好了 這邊有一個 大瓜壺 按下去之後就是意思說我從這邊開始 好 那結束在哪裡 你就移動到後面 按下結束 假設這一段是我要的對不對 那我1 拖拉 2 設定開頭 3 設定結尾 4的話做什麼呢 這邊有個Sprits 意思說我要把這一段呢 另外再存成一個影片 OK也許你可以Sprits之後練習什麼 這個也要放在我的範圍期裡面 那這一段是第一段所以我01好了假設 就是我練習01,02,03 比如說我只希望這個影片的 三段精彩處 我要把它 精華減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01按個存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適用的版本 所以最多只有兩分鐘 這個版本是兩分鐘 所以 我們按個確定 最多兩分鐘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這個 01的部分 已經出現了 因為沒有超過兩分鐘所以沒關係 直接撿出去了 再來的話 你可以再設定02 假設我們一個開頭 一個結束 你就撿下去 一樣02 但這個你只是練習 你任意找一下 那一樣沒有超過兩分鐘 所以把它撿出去 然後呢 再來 假設你練習三段好了 01,02,03 這樣子 大家先熟悉一下這個剪輯軟體 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應該夠簡單吧 目前來看 我很少看到有比這個還更簡單的 這個剪輯軟體 而且 我記得他好像不只可以剪影片 MP3可不可以呢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這MP3的影片 可不可以播呢 可以播的 其實如果你要拿他來剪MP3也可以 MP3有時候你像錄音機錄下來的也是MP3 或者是音樂你只要某部分的音樂 剛好配合你的PowerPoint 諸如此之類的 你可不可以剪 可以啊 做法流程 幾乎都一樣 拖拉 然後呢 設定頭 設定尾 輸出 就剪出去了 所以這軟體非常的簡單 而且他轉換的速度很快 但是可能同學會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兩分鐘 他說我以後不希望兩分鐘限制怎麼辦 不過這個可能要 我們先練習 做剪輯 剪輯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是要 可以把它上傳到YouTube了 我們待會就是有影片了嘛對不對 不過未來我還是希望說你們可以找一些素材 是你自己拍的啦 或者是說 畢竟你拍的可能是跟你有關的相關的影片反正就改一下 為什麼因為等一下如果你要拿這一些影片上傳到YouTube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像這種都是人家商業的影片 他會馬上把你封鎖 所以他會檢查YouTube現在檢查很厲害 你只要是用 人家的影片 去 剪輯上傳的 他會馬上檢查出來 尤其是商業的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要練習的話 那我目前手邊沒有怎麼辦呢 其實還有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下載影片的話 你可以 不要去下載那種商用的 你可以去下載什麼呢 下載那種 有一種 影片呢 他會有一個叫創用CC 創用CC就是說 他允許你 在非盈利的情況下 去使用他的影片 前提是非盈利 OK 那怎麼知道有是不是有CC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 比如說呢 我常舉的例子是 有一個叫TED的機構 TED的話 TED 應該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TEDx TEDx 那比如說呢 我可以找那個 TEDx Taipei TEDx Taipei 就是指的是TED這個機構 他這個主要是找一些 當代非常知名的人物 然後呢 去做18分鐘的演講 剛好就18分鐘 所以非常簡短 有力 而且是精要的演講 那比如說呢 我們找這個TEDx Taipei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他就會 講一些像這個 延長授有沒有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找什麼呢 找篩選器 裡面呢 誰的觀看次數最多 TEDx Taipei 觀看次數第一名的 可以按觀看次數 OK 猜猜看是誰呢 大家應該都認識 OK 就是我們的市長 柯文哲 OK 那其他的話 像什麼 蔡宗翰啊 什麼 有的沒的 像我還蠻 喜歡 舉哪個例 像這個 跟沒有借東西 火星爺爺 那比如說呢 我希望呢 拿這個影片 來當範例的話 那我可以先點選他 一樣喔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他理論上應該這邊會有一個 創用CC的符號 CC的符號 不過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你可以 看一下我記得好像播放的時候還是哪邊 搜尋的時候也會出現 他會有一個CC的符號 CC的符號喔 有沒有一個CC 標準YouTube授權 他好像改了 這個授權的地方有沒有 他 你們可以找一些影片喔 他如果我說 他有出現是創用CC的話 那表示是 可以讓你合法去使用 不過這個影片我想 只要 那也許我們再找一下其他影片嗎 之前他是有創用CC的 相關的 這個再看看好了 裡面TAG我想應該也可以拿來用 OK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